法老的黃金戰車在數百位戰士的陪伴下華麗出場 持生人面向前還有這群鼓手敲出古埃及的節奏 位於埃及彌羅河畔的城市盧克索 上演這齣聲光效果極佳的大秀 重現3000多年前新王國時期 用來歡慶聲譽的佩特歐節遊行 埃及人想向世人展示 他們打造全球最大露天博物館的決心 因為於埃及南部城市盧克索 擁有約3000年歷史的獅身人面向大道 正式向公眾開放 原來華麗表演的地點就在乘封數千年 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 才被發現的獅身人面向大道 2.7公里的大馬路 連接卡奈克和盧克索兩座神廟 這也是古埃及神話中被譽為上帝之路的要道 大道兩側整齊排列著1000多座古埃及師身人面向和公羊頭雕像 神秘又壯觀 數百座埃及雕像遭到人為破壞和自然侵蝕 讓考古學家花了數十年才修整完畢 埃及政府大張旗鼓為市身人面向大道揭幕 希望這些古埃及文明能在未來為他們帶來數百億美元的觀光收入 TV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開啟